哈嘍各位好 歡迎來到安迪的遊戲頻道 今天來點中國菜 點什麼勒中國人沒錯 然後呢各位可能會發現 哎我的 id 怎麼不一樣呢沒錯 因為我覺得我的頻道 這個世界地國影片好像很容易堵到人 所以很多人看到我的 id 可能就 那我打起來 挺有壓力的所以我最近 要是自己上去打的話會各種換 id 所以你也不知道我是誰 好這樣子打起來比較正常一點 不然遇到這什麼仇家之類的不太好 好不好 好啦反正就這樣子 我改了一下 id 那每一場可能 id 都會不太一樣 那這場中國呢我也是練了很久 應該沒有練很久啦就是上週原本要打 可是沒有打出什麼好的成績 就是比賽對決不好看 那我就沒有做了 這週我再花點時間嘗試一下 那 這個讓地圖是 濤金巢 哇好久不見了濤金巢 可是濤金巢跟之前有點不太一樣的 之前濤金巢我記得中間是一個丘陵嘛 然後下面是很多的 黃金那現在不一樣 現在是旁邊有點小高地 中間是一點點高地低地的一個組合 然後一樣有很多的動物 大家非常喜歡的這個 動物源流 在這個濤金巢是可以實現的 如果你用的起來的話 那為什麼會玩中國呢 來 給各位想一下為什麼 哎沒錯就是我想要玩 沒有為什麼 好中國文明我們來看一下 工兵文明 然後 一開始加三的村民 這是眾所皆知的 所以他一開始的流程跟別人不太一樣 那老實說 我對這個流程也沒有到非常熟悉 所以 一開始那個操作就是 先 我自己是 會先蓋房子啦 然後再去採羊 然後再去用刺猴探新的羊 然後再用羊探羊 反正就是 沒有什麼差 我覺得一開始就是這樣子而已 然後就剩下就是照 其他文明的流程那樣去做 那當然他的 特性就是 他的科技很便宜 到帝王時代之後的科技可以整體便宜20% 這個還蠻多的 其實長久累積下來還蠻重要的 那再來就是他的城鎮中心可以支持10的人口 並且視野加5 然後爆破船生命值加50% 這張地圖沒有海 所以就不用看了 特殊單位連弩兵 那我個人認為連弩兵是一個 還蠻強悍的單位 還蠻強悍的單位 他就是 工兵的加強版啦 我可以這麼講 我看一下他4點射程有沒有比較近 有 射程近了一格 不過他的攻擊能力確實是蠻高的 這個東西在打競技場的時候 堆成海也還是蠻強的 那他生成精銳 連弩兵要950的食物 跟950的黃金 其實還是 蠻貴的 如果大家後期資源沒有控好的話 應該也升不太上去 好吧 那再來就是特殊科技的火箭技術 連弩兵攻擊力加2跟弩砲攻擊力加4 那750的 木頭跟750的黃金 農田 加45的食物 那來看一下中國這文明的 科技 然後就強弩有 重裝馬弓有 劍勇有 幾兵有 其實老實說還算蠻完整的 不過沒有火槍兵 再來的話就是 馬舊科技有耕種有品種 那沒有大肉馬 但是有重裝跟重裝駱駝 中國有駱駝騎士 這個是還蠻重要的一個特性 就是 科技啊 有這個 兵種的話還蠻 還蠻不錯的 尤其是這場我們對上是法蘭克 那有巨衝 不是 巨衝 重衝 有重衝 還有 中型投石車 其實也還有 重衝可以用還不錯 科技方面非常的完整 全部都有 基本上都有 然後 修道院的話呢 救贖思想沒有 所以他打這個 森旅進攻可能不太合適 剩下的話 科技我們看一下 沒有輪根 沒有輪根制度 OK 好那這場比賽呢 用中國 今天這場思路就是要 肉馬開 因為 我覺得我之前都用小公開這個打法有點 風險吧我覺得 就 蠻吃操作的 那我自己 沒有常練的話操作不太行 就比較的會容易失誤 所以我這次選擇用肉馬 那對方是法蘭克 各位也是知道法蘭克是這遊戲中 騎兵 算是強的啦 就血量很多 尤其他到 帝王時代如果有辦法升上遊俠的話 其實還蠻 血量是還蠻差蠻多的 好那 就這樣 好前面的話常規發展啦 那中國的發展其實就剛剛一開始有講了 你就是 採揚步驟跟一開始的房子的流程稍微的不一樣而已 一開始可以先點織布 好因為你一開始的城市中心沒事幹 可以先來個織布 好又是廢話時間 沒想到吧 那 上次 就是之前的影片嘛 常常就會有人說 欸我覺得這戰術很無聊啊 下次不要做這戰術啊 或者是 欸我覺得這戰術不有趣啊 應該多播一些別的戰術什麼的啊 我都尊重各位的意見啦 但是有些看的真的是 我覺得很不爽 好不好 那 我覺得每個戰術有他的價值 不管是不是插塔 我喜歡不喜歡跟他精不精彩 或他有沒有價值是無關的 懂不懂 那就是 我覺得 之前做過那個插塔影片 或許有人會看的不是很喜歡 可是我覺得 那個是一個戰術 而且雙方的進攻跟 阻擋其實都有一定的水準 欸沒有到很糟啦 就是 呃上次那個條盾嘛 那他防守起來你也可以看一下說 欸原來條盾可以這樣做防守 我認為在 學習上都是有一定的幫助的 所以不要去排斥說 我不喜歡看的我就覺得 大家都應該不喜歡看 不要這麼自我衷心 好吧 那這邊的話呢 我這邊是選擇 22P 上這個 封建時代 那對手是選擇20P上封建 我記得之前有人跟我說 肉馬是不是19P上啊 還是18P 我有忘記了 反正有個肉馬戰術是非常快的 那這個對手是 少兩隻村民啊 所以他肉馬會稍微快一點 那其實我大概知道他升封建之後 他一直用肉馬在那邊打打 又是法蘭克我覺得 十之八九他會用肉馬 所以我也是提早的 應該說就開始圍牆啦 因為 這樣地圖 還算蠻開闊 你可以看到這邊這一塊 土地都非常的開闊 這邊算是比較好圍 這裡運氣還不錯 正面也還行 那就是這一塊非常的 寬闊 所以我 一上封建之後 是立刻拉下了麻舊 因為我這場打算也是跟他對沖 肉馬 跟他對沖肉馬 對方肉馬有54滴血 那我當然 我的赤猴血量就沒那麼優勢了 只有45滴血 只有45滴血 所以 差的蠻多的啦 我必須要研發品種才有差 可是品種在 封建初期算是一個蠻貴的資源 就科技 不是資源 所以 非其必要 我不一定會用刺猴就研發 肉馬 就是品種 因為 我不確定我之後會不會打這個騎士 或者是駱駝 所以 不會那麼的貿然去點那個科技 然後我一直看到他騎士 那個刺猴在外面 我知道他想要進來 這邊拉了很多村民在這邊造 可是 依然是來不及 不過我的馬舅是有在生刺猴的 那我這裡做一個比較不明智的選擇 就是我去打他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當下想去打他 因為法蘭克的刺猴在我沒生品種的時候他的血量是比我高的 那我這樣是完全沒有勝算 不過他把他把他趕出去還不錯啦 我這裡趕快小操作一下 把這個牆都先補一補 別想進來 OK 那對方法蘭克還是持續了 照他的刺猴嘛 然後他也是做了一個小小的微想 那這個建築學也還可以 把他這邊圍起來的話 我進去要經過他的市政中心 城中心所以沒有那麼 容易 那這邊的話我剛剛那個城門 只修了一下沒有修起來 所以這邊算是一個蠻大的失誤 好這個被他砍爆了 因為這個木門我剛剛沒有把他修到很多血 我覺得 他 我剛剛原本以為他不會去砍他啦 但是 太大意了好不好 這算是自己的失誤 好再來的話就是他的刺猴在我家繞的時間啦 那 我覺得我有伺候在家裡做防守 而且我還有一隻長槍兵的情況下 應該是 不至於會有什麼損傷啦 這裡就 看一下操作吧 好 對方把熊都拖過來了 好不好 保育類動物 直接 這個 黑熊直接拖過來 非常好 那我的 長槍兵也是繼續追他 何種命令 什麼 什麼 好把他這裡的 槍兵我吃掉之後我的刺猴大概也沒什麼問題了 就是繼續打他 那他就是持續的在我家操作吧 就繼續繞他的刺猴 沒關係我這邊把 木門給修起來 好把木門修起來 以防止這個傷害擴大 我覺得這蠻危險的 所以我們打算就是 好 請君入夢之後就把他關起來 不要讓他這個囂張下去 那剛剛因為這一波操作的關係我的木頭 殘量有點多 所以我這邊是趕快的 消耗我的木頭 農田也 造啊然後雙髮木場也開下去啊 因為早晚會需要的 這裡還想偷我的村民 休想 收回去 然後再出來 卡了一下人口 GG 真的是 太久沒完都會這樣 好的 那這裡就是追逐的過程我們就稍微加速吧 也沒什麼好看的 好這裡防射拉起來 然後對方的赤猴 竟然還被他砍到那個村民了 好很好很賺 非常賺 對手村民是32 我是28 沒有特別的領先 然後 這邊我肉麻贏的話我就衝過去嘛 看看有沒有機會 可是 貌似是有點難啦 我這邊是異想天胎 我覺得我想要挑掉那一隻 長江兵在做進攻 結果反而 損失了非常多的赤猴 也不是很 也不是很值得 稍微繞一下 然後干擾一下 但這邊應該沒有什麼幫助 對手已經在這時候攀城堡時代了 剛剛他 應該也是當機立斷的 就看我 他大概看自己沒什麼機會就直接 停下這個軍事生產就開始造城堡了 那我其實也沒有繼續補兵啦 我這邊也是差不多快要可以升城堡資源 我就拉市集跟兵工廠了 反正人手不夠就多拉幾個過來蓋 才不會差那麼遠 然後 一樣 我們 等下資源到我們就直接點城堡 那對方城堡當然是比我們快的沒有問題 這裡村民的話是32對32 所以沒有特別的虧 兩邊是持平的 那我這裡的 預想是我想要先踩個石頭 因為 我想造連弩兵 呵 因為我想造連弩兵 我覺得我這時候在去升那個 弓箭場有點太慢了 就還得升那個弓兵 然後弓兵還要升弩兵 那 而且產 產這個弓兵的速度也沒有很快 我覺得連弩兵產的比較快 應該是吧 我看一下弓兵產一直要多少時間 這有沒有寫 呃 是不是沒有寫 生產速度 反正我覺得應該是 我自己體感看 看起來應該蠻直覺的是連弩兵比較快 所以用城堡升應該是比較好 我記得弓兵是非常慢 所以我就選擇用城堡 這邊還卡了一下 反正我這次也沒有要幹嘛啦 就是點在這邊 隨便亂搞事而已 沒有要幹嘛 好那對手是出騎士 這時候當然是不知道啦 然後我剛剛是要出去點這邊的城堡 搶高地嘛 因為我想要控制這邊的金礦 結果 對方有一個騎士過來的 我 我的 尿抖了一下 好抖了一下 所以趕快後撤 拉兩掌長槍兵 拉兩個長槍兵過去 準備阻止這個騎士 然後城堡我覺得我不要這麼偷 我蓋家裡就好了 就蓋在這裡 因為我覺得他的騎士有可能會直接抱我正面 直接臉色 直接顏色我 我覺得我不要這麼賭 我在家裡拉城堡比較好 那後方的話呢 我原本有打算在這邊拉TC啦 但是無奈我的石頭是不夠的 因為我先拉他的城堡 結果他拖進來的熊在這邊發揮了奇效 超級煩的 然後呢我這時候呢 發現法蘭克果然是打一個騎士嘛 廢話 對那打騎士戰術我這裡就想說 咦?我就 Zwe 走個駱駱��吧 反正我有駱駱駛騎兵吧 那我走了駱駱駛跟他騎士互抗 我相信他不會特別意識到這件事情了 至少我覺得是這樣 他有可能會覺得我是出連奴兵 有可能 因為我剛剛其實馬舊也沒有繼續研發新的 騎兵單位他可能會因此鬆下戒心 所以這時候我是選擇直接轉馬舊 那他也不一定知道我會出什麼 有可能我會跟他對拚騎士 那我這邊是選擇用駱駝 好吧 法蘭克這邊是持續的續他的騎士 他要打一個 騎士 騎士暴 就是馬暴戰術 不過他應該是雙TC吧 看一下1TC2TC3TC OK他造了3TC 主要原因是因為我蓋城堡 所以我又這邊其實有個食物 就是我沒有花村民去調配 踩石頭 我因為其他的資源比較吃緊 所以我就調去做其他事情了 這邊資源花的非常乾淨的原因是因為我連奴兵也造 我的駱駝也造 因為我兩個都想造 因為我剛剛黃金一度是稍微比較多一點的 那我覺得是可以這麼做的 然後這邊把牆滴掉 我們就準備用駱駝騎兵去吃他的騎士 完全沒有問題 一弓升上去七弓的能力 然後我們上去挑這個騎士 配合一點連奴兵在後面射擊 還不錯 還不錯 對方的防禦能力也還沒有升到兩防 所以還是有點優勢的 對手這時候法蘭克是沒有要選擇進攻 沒有要選擇繼續跟我們纏鬥是很聰明的 直接往後拉 死了三個騎士 稍稍的有點領先 分數上我們沒有差到非常多 這裡的話呢 這邊有一個很關鍵的一個事件發生了 就是他在中間竟然想拉城堡 我 覺得他太 太大膽了 他 難道覺得他有辦法贏掉我們的駱駝嗎 其實當下我也不確定 可是看一下應該是可以 因為我還有點弩兵 那這邊的話他是硬拉喔 他硬拉這邊的城堡 但沒有什麼機會 因為我 殘量的兵升太多了 這邊他準備放棄了 他把村民拉回去 準備把村民拉回去 那這個城堡就修不起來了 而且我已經知道他在這邊修城堡了 我是不可能 放任他在這邊繼續蓋的 結果這邊村民 他村民 可能覺得跑不掉了吧 就直接回來 回來捅我了 我們連弩兵在這邊射擊 射阿射阿 配合駱駝 配合駱駝砍下去 好的 這裡成功的吃掉這一波很關鍵的 他的前推 那我的村民是非常落後的 你可以看到 我的老毛病 又是 又來了 不是老毛病吧 因為我單TC啦 對對對 我單TC啦 阿他三TC 所以他的村民一定是 慢慢會累積超越我 所以我這邊也是 知道這件事情阿 我知道我TC應該是沒有對方多 因為 打到現在我也還是只有一個TC 資源比較吃緊的關係 我就沒有特別去生阿 但其實也不對 我應該要派一些去 踩石頭 然後蓋第二個分層 尤其是這邊 這邊可以蓋 這邊蓋一個TC還不錯 那我這邊蓋一個工程所的原因 是因為我怕他又拉一坨村民 把這個城堡修起來 所以我準備造一個衝撞車 把這個城堡給躲下來 過來的時候呢 我發現 法蘭克已經是在這邊發展了 所以駱駝一時一時偷一下 然後死了兩個 殘血的駱駝 沒有很好 好 拿來這邊蓋這個修道院嘛 他覺得我是打這個駱駝的話 他用 三旅是有優勢的 沒有問題沒有問題 什麼 什麼 何種命令 何種命令 準備就緣 連弩兵 這東西我曾經在競技場 遇到爆連弩兵的戰術 然後被連弩兵爆打 真的 他比想像中的還要猛 尤其他升到精銳之後就更強了 還有火箭 還有他的精冠科技 好這全部升上去 連弩兵真的是還蠻痛 有點噁心 到這邊一樣繼續騷擾嗎 然後其實我這邊打 打到現在我的手術 我的操作其實有點 不太夠我自己覺得 因為我這邊其實要超駱駝 然後我這邊有 努兵要用 一個遠程一個近戰 然後我這邊同時要看他家裡的情況 看有什麼攻擊機會 這邊的話呢也要控制家裡的經濟 然後 也要蓋這個房子 其實要做的事情非常多 真的跟 看起來的感覺是不一樣的 好吧 好這裡的話呢 我繼續的用駱駝騷擾他嘛 那 這邊他的生女在哪裡 反正被趕化 我這裡是沒有在操作 因為在家裡 我轉爆騎士 因為我覺得他應該會知道 我會 他我判定 判斷他應該會覺得我會繼續爆駱駝 所以我這時候是突襲式的轉一波騎士 突襲式轉一波騎士 看看能不能發揮奇笑啦 那這裡的話就 青頭先進去 然後勾他的騎士出來 但 這邊的房子其實有點卡齁 我那時候應該是 先把這邊的房子先摧毀掉 然後再進去 因為我覺得他這時候單位應該不多 所以我是很大膽的 直接把頭子機就派進去砍 不過確實也不多啦 只有一點騎士 然後我這邊想說往回拉 欸正中下懷 結果這邊太卡了 呵 該死 好沒關係我們後面有點弩兵 啾啾啾 啾啾啾 啾啾 一定贏 好吧一定贏 雖然說他的血量跟我一樣嘛 因為我品種研發的 我沒有想到我會走到騎士這條路線啦 因為我原本這場打算是 純走連弩兵命 不過既然都升了 我們就升下去吧 那對手的帝王這邊 我是直接落後一整個時代 對方是直接的升上帝王時代 這裡也是又再次的抖了一下 因為這裡如果輸他一個帝王的話 我又看到他在造城堡 那我知道等一下或許會有巨頭 可能不是很好處理 可是我這邊有一個優勢喔 就是我中間的黃金礦 我現在是完全掌控的狀態 雖然說對方也還有黃金 可是整體而言 我的黃金的採集量應該會更多一點 那我決定在中間也是下TC 好不好 然後這邊等一下也會下一個TC 因為這裡也是必須防守的地方 不然的話騎士從這邊衝進來 我這邊 陳生中心不夠容納那麼多 好 我進去先把他的修道院給砍掉 然後投資機一樣一時一時砍一下 過來這邊砍 陳生中心發現他的後面有城堡 我這裡決定不要浪費自己的戰鬥能力 因為對手現在是帝王時代 他的騎士很快就會升上這個重騎兵了 把一些單位都往後拉 那他的法蘭克騎士這邊也是續了蠻多隻的 16隻 那我只有12隻 而且我只是中國而已 法蘭克騎士還是比較強的 不一定有優勢 而且我大概這時候也猜到他大概會繞我家裡 因為阿拉伯很容易去偷人家家裡 如果你正面壓力太大 你有個選擇就是去抄人家老家 抄人家老家 不過我第一時間沒有過來 因為我這時候應該是 對在這邊看到之後我才發現 出現紅紅的 然後 還好我陳生中心開始拉了 我說真的 還好這邊陳生中心開始拉了 所以這個傷害 沒有到非常大 就趕快拉騎兵回來就好了 連弩兵就不回來了 我在家裡防守 因為這時候對手很有可能會兵分兩路 因為重裝騎士的血量對於法蘭克來講 用重裝騎士還是蠻多的 我還是蠻怕的 這進來村民被他爆砍會很痛 不過這裡好像塞滿了 我的村民進不去了 騎士趕快回來 然後 呀我帝王還沒生好 不過 陳生中心兩個的話 配合這些騎士還有城堡 他應該是沒辦法做出太多的事情 分數上的話 這邊是反超的 因為這些中方騎士的分數其實挺高的 好 決定還好把他趕出去了 沒有造成一波村民的大屠殺 他村民數現在大概是比我多拉 沒有問題 好 那我騎士不會跟他打 不會跟他打 不會跟他打 稍微往後拉 然後一上帝王之後我也是升重裝 中國也有重裝騎士 不要害 OK 因為他沒有重裝的話 我沒辦法跟他這個抗阿 我用連弩兵是絕對打不贏的 連弩兵打這個重裝騎士 就少癢癢 東兵打騎士系列還是太吃虧了 但我的連弩兵還是會慢慢造 而且我這邊選擇 上了帝王的話 我應該是會比對方優先造這個巨頭 對方沒有在造巨頭 他是選擇先 爆整齊他的騎兵單位 就他的黃金 留下來爆他更多的騎兵 這是法蘭克的驕傲對不對 14個然後這邊也蠻多的 所以他應該爆了二十幾個騎士 我這裡兵力是輸的喔 但我這裡其實沒有看到他後面在幹嘛 我就站高地就對了 然後這邊趕快拉城堡 其實這邊也有一個很關鍵的地 有一波 就是 我在這邊拉城堡的時候 他並沒有上來 我下去之後發現他有騎士 重裝騎士 然後我的重裝騎士也快好了 不過我這邊佔一個高地 然後後方有連弩兵 然後這邊直接重裝騎士升上去 城堡拉起來 後方的連弩兵持續的輸出 重裝騎士爆砍一波 對方法蘭克發現自己 距下風 立刻拉走自己的重裝騎士 我這一波 算是蠻幸運的 我覺得蠻幸運的 如果剛剛這個城堡被他抓到的話 我這城堡沒修起來 他把後面騎士補上 我應該會打輸 那這裡的話 因為他剛剛 過來打的同時 我城堡修好了 還利用連弩兵 製造了蠻多的傷害 這裡還算是可以 好這裡的話 對方法蘭克 仗著他的騎兵優勢 這邊要做一波決戰 那他的科技 應該也是點的跟我一樣 後方有連弩兵 加上城堡 那他選擇要直接交戰 不知道這不是明治的舉動 各位再看一下 這個數量 顏色 藍色倒下 最後誰勝的比較多呢 藍色勝的比較多 恭喜我自己 好不好 還好 其實我也是重傷 我也是重傷 這裡我只剩七個殘血的騎士了 光靠 我靠這個城堡 還有連弩兵 還有那些騎士 都還 只剩七個 所以 你不要小看 多這麼一點點的血 其實還是有差的 就是等你數量堆起來之後 那個血量加起來 就是變比較多 那這裡有一個巨頭是沒有注意到 沒有保護好被對方抓掉 不過沒關係 我 研判對方這時候經濟大傷 軍事力大傷 因為他死了一整票的主力部隊 然後這個是沒有操作到 好吧 直接送他 好 對手的重裝還是繼續拉 那我這裡要保護好我的巨頭 因為我發現他沒有造巨頭 是我不可錯過的好時機 這裡的話連弩兵造 後方也在造連弩兵 我必須保持一些遠程傷害去攻擊他的騎士 會比較優勢 我不能跟他對拼騎士的數量 因為我怕我跟他對拼騎士的數量 以我中國的特徑來講 我沒辦法贏過他的騎士 所以我不想做這件事情 如果我有連弩兵的話 我還可以有一定的操作力 所以還是會選擇爆一些連弩兵 不過呢我看他 暫時不敢進攻的 這個狀況下 我的巨頭是 正在補拉 我應該會補個 就當下是想說補個三台 那家裡的經濟的話 就想到就有補 我真的是覺得很 操作起來真的沒有練習 就還是一樣 很很很難 很難面面俱到 家裡的田你看 這都是不好的不好的 好吧 然後這邊的木頭也沒有控好 就跑去外面採了也不好 也不好 不過至少我有 維持住沒有閒置村民 那這邊村民術跟對方 差了十幾個 我覺得還行啦 還行啦勉強 好這邊巨頭持續的進攻 法蘭克我也看到他正在堆 他就是一直在堆他的騎士 因為我這邊是也是有的 我正在注意他的騎士在幹嘛 然後 痾 我這邊就是站好我的高地就對了 反正不要讓他進來 不要讓他進來 那這邊其實還有一件事情 就是其實我也可以生化學 就是化學或者是彈道學 因為我沒有蓋學院 我一直好想回去蓋學院 可是一直一直那個手就拉不回去 因為很危險 很危險 因為他一直想要繞我家裡 我一直看到他這個騎士很不安分 他就是要繞我家裡 因為他知道正面打不 所以他要去繞我家裡 而且我家裡是絕對圍不起來了 就我也不想圍了 我沒有手術去操作這邊拉死牆 所以我也打算不圍了 那既然他要衝去我家裡 我覺得我騎士上有一點 有數量上的優勢 我是可以回去追的 畢竟法蘭克這邊還沒有身上遊俠 那這些重裝騎士我覺得還行 這邊看他的騎士過來的話呢 我是第一時間就先拉了村民才對阿 怎麼沒有拉對不對 好這裡就點對方的騎士 然後這裡看起來村民有危險了 我就趕快拉進去 騎士一波圍毆 然後這邊他也繞了一小 一小波的分隊在做進攻 這裡的騎士由我們的數量領先 好中國騎士贏了 因為我們還有多兩點的攻擊 我有去研發那個攻擊力 就是最後第三攻 所以我的攻擊力這時候是比他多兩點的 代表說他的血量會被我差不多抵消掉 沒砍一刀多兩點傷害嘛 那他只有多四點血而已 這樣子我砍他的重裝騎士就沒有特別的劣勢 所以砍起來是非常愜意的 這邊騎士也吃掉 那這裡的話呢 我就是打算用TC防守 這裡的TC都是把村民直接住滿 前線的話連弩兵推進配合這個巨頭 然後不要離開城堡太遠 那我覺得他如果少量部隊來打我連弩兵的話 應該沒有辦法 我應該還是有辦法可以擋下來了 家裡的話我 拉重裝騎士進來做一個防守 因為村民部分我們還是不要讓他 經濟被摧毀掉 結果這裡 稍微卡住一下 有錢 有食物有錢 我就是繼續爆重裝啦 前線也是要補一些肉盾 所以我們前面也是會有 繼續的重裝在前面擋 那我這裡看到他左下角也還有這個重裝 然後他這裡非常的 非常的 謹慎 外面拉滿了全部的哨戰 這打得非常飄逸 感覺是高手對不對 就是蓋成這樣子 就會有一種真是高手 高手的感覺 好了 前面的話我有一定的重裝騎士 代表他可以擔任我們連弩兵的 滿好的肉盾 然後我這裡就是持續的推進 法蘭克這邊還是在爆重裝騎士 他不照遊俠的原因 我猜很大的一個因素 是因為他的黃金也差不多沒了 所以他大概也沒有錢去升那個 遊俠 也不要說為什麼他都不升遊俠 因為他如果升遊俠 他沒有搶到中間 他從頭到尾都沒控制到中間的黃金 其實 他滿虧的 那其實分數現在已經超過三千 差了三千分了啦 所以我研判這裡看一下就是 我把他這一波騎士吃掉 應該就是拿下勝利了 我有三十五個重裝 他只有十六個 對吧 應該是十六個 好 這邊就是一個交戰 然後這邊剛好城堡 城鎮中心還在一個射程範圍 所以這邊的騎士是絕對沒機會 對手這時候也喊下投降 我就拿下這樣比賽 好那一樣 最後這個部分就是 如果你看到這邊感謝你收看 那就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那先講這個就是讓你們先聽 然後記得做這件事情 接下來我來講一下這個總結 那總結的話呢 就是中間有一部分 蓋城堡的這些台名點都剛剛好 剛剛好 沒有被他抓到 尤其是這邊 我第一波的時候 是在這邊要蓋城堡 然後對手過來之後 看到我在這邊蓋城堡 那我還好沒有拉下去 所以我趕快把村民往回拉 然後還好一開始也有造兩個長槍兵 所以那一個騎士對我來講 還可以解決 因為剛剛你可以看到那個村民 一坨圍上騎士 其實騎士也沒什麼掉血 所以我選擇不要這麼投 我在家裡蓋城堡 在這邊蓋城堡 然後之後轉了一波駱駝 然後原因是因為我想打一個突襲 因為我研判對手可能會覺得 我不會 沒有什麼特別的單位 就可能就是硬幹 那我這時候出駱駝會讓他打個出其不易 那駱駝反打之後呢 大概進去探了一圈 情況差不多了 我就決定轉騎士 因為我看他 這個騎士局爆下去 或者是他轉兵的話 我覺得我駱駝會很不利 如果他轉 長江兵好了 我覺得我駱駝就會死定了 所以我決定還是轉騎士 然後一樣再打一波轉兵 然後之後呢 對手是打一個防守反擊 他就升上帝王時代 那就選擇繼續爆他的重裝 那我這裡的話就是往前推進 照這個 中間還有一波 就是他來這邊推進的時候 然後蓋城堡 就我比較運氣好 因為他過來打的同時 我就往回推了 那個駱駝伸出來之後往回推 然後他這邊蓋城堡 沒有蓋起來 這一波很傷 這一波是最傷的一波 那他這邊就失去了他對中間 淘金草的控制 那就變成 欸由我這邊取得中間淘金草的黃金 控制權 所以有黃金的輔助下 我可以利用四級做交易也好 暴兵也好 我的彈性會比較大 那當然他後來的 痾問題就是 這波最關鍵 我在這邊升城堡之後 他的騎士這邊 因為他那時候有數量優勢 他覺得可以打贏 他確實也可以打贏 我覺得 但是因為這邊有城堡 可是他可能太照鏡了 他覺得 應該沒差吧 城堡而已對不對 然後打著打著打著 我其實也蠻驚險的 就剩最後七個殘血的重裝 打贏了這場比賽 那因為打贏了那一個重裝的主力之後 我覺得也就奠定了勝利 因為他其實到帝王的時候 他沒有優先選擇巨頭 那我不認為這是一個錯的 或是一個對的 反正 當下他是這麼決定的 因為如果他爆巨頭 我也有騎士 我可能會硬吃他的巨頭 這也是可以打到的一個戰術 就像我在造這個巨頭的時候 我不見得覺得 我有辦法守住 我也是等到 這個 我的 騎士跟 連弩的數量夠 我才敢把 這個巨頭拉離這個城堡做攻擊 不然的話他 騎士過來硬點 我的巨頭還是會被點掉 而且巨頭還蠻貴的 200木頭 200黃金 那再來就是 主力部隊死掉的話 我當然就是一直有 軍事上領先 雖然說我的經濟一直都很差 可是我有效的利用了我的軍隊的每一份力量 所以 OK 驚險的拿下這場比賽 好 那總結到這邊 感謝各位收看 我們就期待下次我還有復健賽囉 那如果你看到這邊 那代表你非常的忠誠 所以不要忘記了 如果你有餘裕的話 可以考慮一下會員計畫 一個月最低75元 那就可以幫助我繼續做下去 非常的重要 好吧 那就這樣子吧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